哈喽康康 哈喽听到吗 哈喽 哈喽 哈喽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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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打声招呼吧 来 大家好 我是 EDG 的 ZMGG KK 康康 其实感觉好像有点紧张是吧 那么这样子吧 来问您问题啊 给今天的比赛表现打一个比分的分数 这满分一满分给自己打几分 50 为什么 为什么打50 因为我很久没有打比赛了 然后第一场比赛 可能是我成年之后的首秀吧 然后今天有些紧张 因为大家都特别的看好我 所以说我就很紧张的 我就很害怕我自己打不好 但是我后面再慢慢的 找回自己的节奏 自己的状态吧 然后希望你们这一场比赛 我没有给你们带来 太好看的击杀盛宴 但是你下一场 我绝对会给你们带来 已经打得很好了 其实我觉得 还要更精彩 还要更精彩 其实你刚才也说到 你的这个是逐渐找到 自己的一个手感 其实你在第一盘里面 也是很明显 就在第一盘上下半场 其实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上扬先逸后扬的一个表现 对我也想问这个 你是怎么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怎么去慢慢 把自己的感觉找回来 你的队友又是怎么去帮助你的 其实我就很感谢 我四个队友 在我没有状态的时候 然后失误的时候 我在得怪自己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在说 没事卡尔加油 牛逼你统统 你下一把 你刚放浪出去 这个队友真的是 然后就给我很大很大的自信 我的几个队友 所以说我很感谢他们 然后也很感谢遇到他们 然后我的队友又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就是给我了足够的能力 去找回状态 足够的时间让我去打 所以说我才能打得这么好 向后面 就像球秀在ABC的上半场 我没有状态的时候 大家在一个状态很低的时候 球球一个人就站起来了 拿下了很多残局 所以说就很谢谢球球 他真的很厉害 他也是很厉害的 就总结的话 就是相对而言 就是所有的这个选手啊 很觉得每一个队友都很不错 都很棒 支撑我吧 是的 好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刚刚你还记得 就当时在A大那块区域的时候 一打四的那波残局吗 就最后短炮收尾那一波 短炮收尾的那一波 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从AB连打到了A大 对 就是你当时的一个 这个临场表现非常亮眼的情况 你当时心里面 是如何下出如此精确的一个判断的 你就别人讲一下 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可能我那个时候觉得 我退也不好退 进也不好进 那我就用我的实力 把他们全杀完呗 来五个抓我 被迫杀完 被迫杀完 对啊 来五个抓我 好 来几个杀几个啊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好 那也是说回到你们下一场比赛 因为你们今天是进入到了 这个胜着日子决赛啊 对的 胜着日子决赛会在 应对到的是微博嘛 微博gaming 那么会在三月七号进行 那对于这场比赛啊 问问你啊 你这个心里面对吧 什么样的预计 然后几成把握吧 可能五五开吧 因为毕竟咱都是兄弟队 两个边队伍关系那么好 咱也不能跟他 咱们来去八二开 什么九一开 可以可以 那这样吧 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想要去跟现在 瓦兰特的粉丝们 想说的话的 就是很感谢 还是很希望 就是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不仅是支持 EDG 还有更多国内在做这个项目的那些选手 因为他们都很努力 大家都很努力 每一个选手都很不容易 所以说我希望更多的是给一些 就是支持 更多的是给一些 就是夸赞他们啊 因为每个人都不容易嘛 然后都很辛苦嘛 这个感觉年纪轻轻 就已经很老成了 是的 其实像上一次的话 我印象比较深 因为当时算不是我采访的 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康刚的采访的时候 虽然带着一点腼腆 但是情商非常的高 确实 我们也是再次恭喜你们拿下比赛 恭喜你们 哥 能等一下吗 我想来一个赛前垃圾话 我跟微博的Infanta说过的 好 但是我能用四川 老乡话说吗 可以 没问题 来 就是瑕疵打比赛的时候 我要把你搭的把舌头打直 可以 就是下一次打比赛说 我把你的舌头给打直 把舌头打直 感觉有点创意 是老乡吗 我们都是四川人 他是赤贡人 他是赤贡人 然后他说话 就是赤贡人说话 就是有点喜欢 懂了 懂了 可以 今天这个狠话 不知道这个微博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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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怎么来想 也是希望你们打得好 下一次 来 还有什么 好 这边 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这边 康康 接受我们的一个采访